本栏目由劣志文超大规划社区ViuStar 郡院特约播出 ViuStar 郡院准线房 本地买家仅需10%定金 垂巡热线604 630 666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9月1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千千万万加拿大人受到很大影响 但加拿大联邦政府大把发放福利 特别是发放紧急救助金CERB等福利 让很多遭遇困难的家庭得以度过难关 到9月27日 CERB将全部转到EI等福利计划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在政府将CERB转轨到EI计划之后 估计有幸300万加拿大人深受影响 日子可能不会太好过 据多伦多新报报道 加拿大职库另类政策研究中心 CCPA的高级经济学家麦当劳在报告中指出 到9月27日 CERB将全部转到EI等福利计划 这一转变将影响到超过400万加拿大人 根据他们的研究 当转换完成后 估计近300万加拿大人得到的救济不如之前多 包括160万女性和120万男性 其中女性职工所受到的影响更大 因为女性此行获得CERB的人更多 因此在转换之后 收入情况更可能恶化 麦当劳认为 政府发放CERB对很多低收入家庭非常重要 不仅让他们维持了基本生活 而且仍然可以花钱消费 这也是加拿大在大萧条期间 消费者支出并没有迅速下降的重要原因 按照该研究 在受转换过程中影响的400万人当中 有210万人将有资格获得EI 但其中有78万1千不会自动切换 而必须当事人自己提出申请 这部分人不是直接向加拿大服务部领钱 而是要向加拿大税局申请 但是从CERB转到ER的130万人当中 他们每周获得的失业救助金将没有CERB的补贴高 此外 还有48万2千名以前领取CERB的人 既没有资格获得EI 也无法获得新的临时恢复福利 比如加拿大复苏福利金CRB 这些人主要包括临时工与合同工 护理人员以及因疫情休病假的职工 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低薪工人 他们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 但从技术上讲 他们工作时间已经恢复到新冠大流行前的状态 麦当劳说 新的经济复苏计划 包括CRB在内 目前仍然只是提交给国会的议案 要等到9月23日特鲁多的施政演说之后的4天之内才能予以通过 麦当劳认为 这些经济复苏计划以及EI福利计划仍存在改变的空间 他补充说 在9月27日之前 如果将EI的最低支付额提高到500元以匹配原来的CERB 他不会感到惊讶 麦当劳还在报告中提出建议 为了使加拿大人从CERB转到EI计划更容易 可以参照CERB的做法 以第一笔EI付款证明为基础 不要求申请人再提供失业证明 他指出旧的EI系统太慢 而借鉴CERB的发放方式 可以使得福利申领过程快很多 加拿大全国各地的新冠病例出现反弹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近日敦促所有加拿大人提高警惕 特鲁多说 没有任何人想要继续再一次进入封锁状态 而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保持警惕 9月14日周一 加拿大全国宣布新增确诊病例1351例 不过这并不是真正一天内的新增确诊数 因为有些省份 如BC省阿省周末并没有公布新的数字 而是把三天的数字一起放上来 这样全国的数字在周一都会突然大增 周一安省卫生部门报告单日新增313例 这是自6月7日以来该省的最高数字 卑诗过去三天再新增确诊317例 新增并是6例 此外 魁北克省和阿尔伯塔省今天的新增病例 也高达276例和418例 卑诗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昨天表示 过去三天 本省共新增确诊317例 目前累计确诊已达7279例 与此同时 还有6人因新冠肺炎病逝 亨利表示 6人中有5人是长期护理机构的老人住客 目前 卑诗仍有1594个活跃病例 住院人数为59人 其中16人在ICU病房 根据统计数据 这个入院人数和ICU人数 只有4月高峰时的三分之一左右 亨利说 随着确诊病例上升 入院人数也在持续增加 更多弱势人群受到影响 因此民众必须要做好防疫措施 保持社交距离 保持小的社交圈 最多只有6人 周末 苏里又有麦当劳餐厅和Superstore超市 有员工中招 麦当劳公司的声明称 上周六 9月12日 位于8586号120street的麦当劳 有一名员工确诊 餐厅现在已暂时关闭 确诊员工最后一次上班时间为 9月10日清晨5点至下午1点 餐厅目前正进行全面消毒 与患者有密切接触的员工都在居家隔离 勞博公司也确认 旗下一家位于苏里 7555号King George Highway的Superstore 有员工确诊 该员工最后到店上班的时间为9月11日 此外 大温网红餐厅 位于Standing Park 7501号的Tea House餐厅被曝 已有4名员工确诊 温哥华海岸卫生局表示 9月12日发现疫情后 餐厅已经关闭消毒 重新开门的时间还没有确定 加拿大其他各省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安省省长福特表示 安省单日新增确诊人数 再次超过300例令人担忧 他表示不排除再次收紧 已经放松的限制防疫措施 福特恳请省民停止参加社交聚会 这也是全省新增病例激增的原因 安省医院协会主席也警告民众 如果确诊病例继续呈指数级增长 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再次面临封城 9月进入开学季 在安省公布学校确诊病例的网站上 最新数据有15所中小学出现新冠病例 阿尔伯塔省有35所学校报告了总共42例确诊病例 温哥华数学家伯格曼建立了开学之后 可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模型 发现在60天的时间内 学校可能会出现超过400个感染案例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昨天也敦促加拿大人要提高警惕 特鲁多表示 新增病例在增加 我们还没有走出这场健康危机 大家需要通过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多洗手和戴口罩来互相照顾 特鲁多强调 谁也不想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秋天时在像春季那样 不得不进行封锁 而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 就是保持警惕 加拿大公共首席卫生官谭勇诗 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采访时说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和第一波是不太一样 目前疫情正在缓慢 但稳定的增长 安省的医疗专家再次呼吁民众 今年每个人都要去注射流感疫苗 以防止本省的医疗保健系统 在努力应对第二波新冠疫情 新冠肺炎患者可能暴增的情况下 在面临大量的流感病毒患者 因为那可能会导致医疗资源无法应对 又提醒生病的市民 最好留在家里 不要到工作场所 多伦多全科医院的传染病医生波格表示 虽然每年注射流感疫苗都很重要 但今年在全球疫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更为重要 人们通常认为这只是伤风感冒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感染 尤其是在老年人口 幼儿和有潜在疾病的人当中 是十分可怕的疾病 幸好有疫苗可用 根据安省医学会的估计 每年将大有大约3500人死于流感 还有1.2万人要住院治疗 然而只有大约40%的成年人口注射了流感疫苗 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第二波的来临 注射流感疫苗不仅可以保护个人免受流感的侵袭 而且还可以帮助防止病毒传播给他人 并帮助大家远离医院 OMA总裁希尔医生表示 如果卫生部门正在全力应对第二波新冠疫情时 也爆发了流感疫情 将会使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 许多医院和社区诊所已经在加班加点的工作 防止患者激增 目前应对新冠肺炎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身体距离 保持手部卫生和戴口罩 但是对于流感 我们还可以选择注射流感疫苗 它虽然取决于年份的不同程度 但它是我们手上最佳的防御方法 波格医生表示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大量注射流感疫苗 就能减轻医疗保健系统的负担 专家称 流感疫苗应该在未来几周内提供 但是安省卫生厅无法确认该消息 也不确认会订购多少型疫苗 卫生厅的一位发言人说 该部门正在与联邦政府相关机构合作 以便在今年秋天尽快获得流感疫苗 希尔表示 虽然人们可能认为早点提供流感疫苗可能会更好 但考虑到流感病毒可以在整个流感季节继续变异 因此疫苗推出的时间最好是恰到好处 从某种意义上讲 疫苗越有效 流感病毒的其他病种就会更多 但是对老年人和患有急性疾病的人来说 优先接种高剂量的流感疫苗非常重要 因为供应可能会很有限 偏偏新冠肺炎和流感病毒的症状极其相似 例如都会发烧 咳嗽 疲劳 喉咙痛 流鼻涕 肌肉疼痛和头痛 以致于医生说 几乎没有连床方法可以将两者分开 只能靠核酸检测才能判定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 最好还是待在家中 既不要去上班 也不要去看医生 而是打电话给自己的家庭医生 或者是安省的Telehealth 并在必要时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经济复苏和就业人数回升 带动消费者的置业信心 加拿大专业按揭协会NPC最新的调查发现 无可异足对买房态度出现转变 由去年底认为不是一置业 转变为相信目前是置业好时机 报告指出 98%的业主对买房的决定感到满意 只有2%有回忆 不过新冠疫情令不少业主遇到财政压力 21%的业主对交付房屋贷款感到略为吃力 6%称非常困难 疫情对置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19%的业主承认因疫情推迟置业计划 但有7%反而打算加快买房 75%已经买房的业主则不受疫情影响 现实租房者中有16%计划赶快买房 42%要延后 协会总裁兼行政总裁Taylor指出 最新的调查结果反映 民众在7月到8月期间对买房的信心提高 很多人对新的营商环境和未来的经济活动感到乐观 因而推动房地产市场和预期在未来置业 调查发现 现实民众对置业的观念与去年底相同 75%视为一个栖身之所 25%当作投资 计划在未来3-5年内买房的业主 31%是因为目前房屋面积或地点不适合 也有4%是因为无力承担 租房要置业的最大理由是希望有更好的居住环境 也有1%是因为无力负担目前的房屋转为买房 协会首席经济师邓宁表示 目前快急速的环境不可能对经济进行预测 自3月份以来 各项经济指令包括房地产市况在内出现极大变化 以上就是本届港文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